学的研究小组最近宣布 他们利用在南美智利海拔5640米高原设置的天文望远镜 成功观测到了多个正在活跃造星的年轻星系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星系的形状大体可分为 犹如圆盘的漩涡形和如同橄榄球的椭圆形 这一发现将为研究星系的形成过程提供线索